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感觉到幸福 是看见你幸福 曾经亲手把时间点满 可惜我们没有等 本期梦想的声音迎来青春回忆沙 这日林俊杰深情翻唱陈一讯我们 竟在舞台上气不成声 哭得小编都心痛了 好在还有王家尔新歌Different Game 除非大家受伤的心灵 你又有什么不堪回首的心酸往事 快跟随梦想的声音释怀吧 还能做什么呢 只是不愿生认 在我怀疑世界时 你给过我 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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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来 老师求求你 你 你 你嚷嚷我啊 本周我就是演员 导师分组赛拉开帷幕 韩雪王小辰上演金剧battle 在寄星表演阶段更是不顾形象 演绎花式点外卖 随后吴秀波导师竟跪地以表愧疚 如此令人揪心到底为何 难道最终15强名单会有意外黑马 快出完整版观看吧 来韩雪 哎呀 我这一波不太好秒 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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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天啊 我天 你别 你别我会 来对对对对对对不起老板 麻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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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撤回来 你滴街滴街滴 哎呀我都说我要回家的 你别那么刚吗你 啊 对对对不起对不起老板 那个你还是跟原来一样跟原来一样 那个 那个 那个不要他 麻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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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呃都叫我谁谁谁谁谁谁把我干掉了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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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不要送花快点送两天没吃饭了 哈哈哈 好 哈哈哈哈 我现在跟他不在一个屋睡觉 嗯 就是他现在有个专门的屋子 就是那个 李月嫂和蒋老师他们 他们就负责那个事 真的 所以是被赶出来 没有那边 真的是 本周《你好生活家》 引来知名演员皇上陈建斌 他先是自爆被妻子蒋青青赶出家门 更是对大学室友李亚鹏 狠狠地吐槽了一番 随后还有惊喜嘉宾现身时光馆 分享了陈建斌主演新作 《无名之辈》的许多幕后故事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幕 快戳整天观看 就跟一个 水管 对 就老是在换 那门呢 门上也没锁 因为他 他从来不带钥匙 因为陈老师会说一句 我记得 我现在记得有一句话是 他说 你可以 你知好歹 你知好歹 翻译一下 我翻译一下 你知好歹 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 他出这个主意给我 然后我要是放过去了 他就觉得可能 你分辨不出来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 比如这是演员在那一刻创作高光的时刻给你的一个礼物 作为一个丈夫 能抛下自己的家庭去完成自己的梦跟理想 这已经是一个不差当的一个行为 本周中国梦想秀迎来影帝梁家辉传奇冠军邓雅平 没想到影帝首次登台就当场痛批追梦人抛家弃子 破坏大自然生态 这也是梦想秀舞台上首次出现的两种对立观点 他们将能够解决分析 更多励志感人故事快戳整天 以这种方式表达他的观点 哥哥我受益匪浅 你对这个结果期待吗 我没有期待 我只是表达了我的意见 那已经足够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对的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二 一 六 超过一半代的支持学生 但是没有达到我们要的一个突破点 所以观点平手 非常感谢 本周加油好身材 先是迎来高强度的马拉松障碍赛 森丽娜 袁佳萱 虽然惨遭垫底 但是却再次突破座 连董教育游跟铲 都是热泪盈眶 而最后一次体能卡挑战 三位嘉宾都将展示两个月以来的健身成果 结局将魏夫科快戳整篇揭晓 哇哦 我们来看看沛岚 解在这个地方一定非常快我觉得 重新看转了 好 踩 上 你看 你根本是轻而易 YES 果然是小鸡叶 CELINA 我觉得上不可怕 很快 很快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eah 好 哦 很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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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吧 YES 哇 拖到 拖到 YES 哇 哇 YES YES 你是对的 太酸了 YES YES